首先,我们在开机之前,我们要把导位选到你想要的导位 然后,我们打开220,然后它电源灯亮,电源指示灯亮 然后,零位的话,它这个逆时针旋转,都转不动,这零位灯亮 然后,按启动点,投压输出键点 然后,我们就选择我们想要的模式,首先是直流输出 我们先选择启动,然后升到自己想要的电压 然后,就耐压,然后如果耐压完了,首先把这个回到零位 接着又放电报,把电放完,然后我们按停止电,然后就放电 这个是我们的单次选择,单次的话,一样我们还是先按动键 然后,收到自己想要的电压,然后按单次放电点 最后是我们的周期放电,周期放电的话,我们要,如果要采样的话,我们要接主机,用Q线 另外,另一头接主机,主机用的是高压闪落模式 然后,还是一样,启动,升到电压打穿为止 这就是我们简单的食用方法